大家好,我們是中正國小自由辦事B組 我們的主題是趣味學校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早戰之類的事 小揮手有唐聖君、賴冠廷、陳語心、蕭韋和陸語盛 我們的輔導員有葉一培老師跟陳子晴老師 我們的目錄有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然後這四個圖是我們拿來教導問題 那個字的 順便有兩些是我們感到困擾的問題 第一個是上課無趣 第二個是功課太多 第三個是學校有大練習 然後我們原來造成問題的原因可能是 教育部給了課太無趣時間太少 地點太小跟教材不好 為了達到這個美好的狀況 我們想要哪些解決方法 像製作遊戲課程啊 讓學生知道像課裡有趣或是有獎真達等等的 東西 實踐、實踐照片、便利片 這是我們在課堂上寫的有關的語詞 然後這是我們實踐總共有我們的主題是去路的學校 然後我們總共有四堂課 一堂課是英文課 第二堂課是歷史課 第三堂課是數學課 第四堂課是機器人課 然後英文課的老師是其他語心 歷史課的老師是盤古正義 然後數學課的老師是做四堂課 然後機器人課的老師是我跟 實踐一提特語心 這是我在上課時的教材 有互動單跟這些配付接 還有這個單字 然後準備騎士11月5號到11月20 執行騎士11月30到12月5號 我覺得我上的課很好玩 希望可以再上一次很有趣 再上課時的順序 一找字 然後我就有製作那個互動單 然後讓他們找出英文字 二抽籤 我把他們剛才寫的字寫在籤上 然後讓他們抽 然後呢 三造句 用他們抽到的語詞來造句 這是在上課時的照片 當有困難的時候呢 我就去幫助他們 我的主題是三國赤壁之戰 然後一開始先講故事 然後再來是考我剛才講故事 然後最後是角色 最後是角色伴侶 然後我的心得是 我覺得這次的上課不夠好 因為我的考試有點太簡單了 所以需要改進 這是我的實驗三宗師冠婷 上課資料 準備期日11月5號到11月30號 執行期日11月30到12月3號 課程簡介 先教學生美馬數字 然後有獎真打 最後給他們考試寫完就有談過 冠婷心得 我覺得上課很好玩 但是同學都說題目很難 所以我應該把它簡單化 然後變成遊戲 好 實驗師是五根 我們先錄語聖的課程 我們上課是準備期日11月5號到11月15號 然後執行期日11月23號到12月7號 然後我們課程簡介是 我們先讓學生們知道機器人的結構 因為我們一開始會先把 那個我們的機器人主機跟一些零件 先拼成一台車然後帶回校 然後我們會多帶一些零件 先讓那個一開始學生 先讓學生們改造結構 像是可以應付什麼困難之類的 然後再繼續比賽 然後比賽中會讓學生改變結構 因為比賽的話會有馬拉松跟相夫 但會有更多讓我們這樣比 然後因為這樣的話它就要變換結構 所以說正常的話會有一些 讓學生們變更結構的實驗 我的心得是 我覺得很好玩 我和陸女生一起準備 我們準備了好久好久 但是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可以跟陸女唱一個發音 我的心得 我覺得我們的主題很有趣 因為是機器人 我們的夥伴也很強 我覺得當然就是蓋了那位老蕭 不是平手就會輸了 輸了 然後希望下次我們兩個的課程 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的DFC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